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让你能吃上一碗分服多彩的烧鸟饭有多拼吗 我跟同事说日本的烧鸟饭太单调 除了肉什么都没有 同事不服 就给我介绍了一家一碗能吃上五种不同部位的烧鸟饭 就是这里 一只鸟 还真能吃到五种 好的好投入啊 比我脸还干净的鸡汤 酱也得大饭 虽然看着有点少 跟刚才的鸡皮不同 鸡腿肉就进食多了 已经被烫火烤到流汁的鸡肉丸子 跟我一样不爱吃鸡胸肉的也不用担心 光看着颜色就知道它有多嫩了 本来就已经够干了 最后还剩一串鸡肝 这种鸡肉串子 尽量的鸡肉串 来自家的鸡肉串 这种鸡肉串 是一种鸡肉串 云莓的鸡肉串 没有鸡肉串 没有鸡肉串 只有鸡肉串 5分钟 有人吃鸡肉串 只能吃鸡肉串 现在还有一些鸡肉串 一只鸡肉串 就像鸡肉串 他就爱吃鸡肉串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